今年就是长得特别好 来到七肚幼稚园 树上挂满又大又饱满的幼稚 每一棵比一棵还大 基隆七肚马林种植的幼稚树 最近开始进入了采收期 和农历九月才能采收的白柚 两则比一比 简直比白柚还要大 这个今年 就是幼稚开发的时候一直下雨 所以走果率比较低 它走果率比较低 它本来是可以生150个来讲 今年只生了差不多一半而已 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它幼稚长得特别的大 不只外观饱满 外皮薄 甜度也是十年内少见的高 实际测试刚摘采下来的柚子 甜度居然就高达了12度 因为基隆 这个地方跟南部不太一样 因为基隆离台北很近 所以有很多游客 他刚才像刚才就有打电话说 可以不可以采果 说可以来拔柚子 这是特别给民众来做体验的 今年台风对基隆没有造成灾损 反而是丰沛的雨量 让柚子的甜度更集中 以往甜度我们现拔下来 现测的话 差不多9至10度 今年就现测就12度了 所以今年是为什么会比较 甜度比较高 就是在这段时间 夏天的话 雨水适中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被任养的 还有自己留的 自己留的可以摘 农场柚子进入采收期 不只开放民众亲自体验 也鼓励民众 任养自己的柚子 明年就能亲自体验柴果乐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